解構香港政府禮品店的意識形態 楊詠宇 香港新聞署開設政府禮品店 政府總部實體店和網店 在7月7日同時啟用 發售文具、玩具、嘉品等等20多項的商品 聲稱目的是加強市民對於香港的歸屬感 以及向外推廣香港 該店馬上引發熱意 例如網店之中一套四人用的餐具 照片之中碗、碟、湯匙等等 對放得集聯無章 毫無美感、次光亞普多於禮品店 作為官方的禮品店 美感的背後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 代表一個地方的紀念品 旅遊商業區一定比你多 所以政府主辦的禮品店 首先銷售的必然是政府的形象 政治的方向、政權和人民的關係等等 是屬於關鍵的形象工程 所有細節必須準確到位 為了方便分析香港政府禮品店的意識形態 本民選取了歷史背景相似的台灣 它同樣是曾經受過殖民統治也是華人政權 來做一個比較 中共的極權統治形象鮮明 國旗、國歌、國徽、總攬一切 不需要刺激什麼官方禮品店 打開台灣總統府紀念品中心的網頁 粉綠、粉紅、粉黃的襯色 營造出青春的氣息 明都明昌的政治紀念品當然不會缺席 例如中華民國國旗磁貼和滑鼠戰 總統就職誓詞的紀念品等等 但是大部分的商品都不是硬崩崩的政治宣傳 總括來說是有以下的特點 第一 建立在身份認同上面的軟性自由感 軟性的意思自然就不是中共那種毛骨悚然的 如果信念有顏色那一定是中國紅的政治宣傳 台灣的是怎樣的呢? 印有未來做總統的T恤 我台灣人的布條鎖匙圈 台灣起飛透明快老 戴著台灣出去一下的手環等等 這些商品如果要賣得好的話 大前提就是台灣人要有很強烈的身份認同感 第二 結合歷史 該中心是徹底總統府 曾經是日治時期的總督府 網頁開宗明義地說 這一個是1919年員工的建築物 1995年對外開放 一個以總統府為中心的禮品中心 所以很多的商品都是以總統府建築 和梅花總統府徽來設計的 其他的歷史資源也是設計靈感的來源 例如台灣傳統茄子手繪產品 原本是一種用論草編織而成的 紅藍綠三色網袋 現在就變成了類似香港的紅白藍袋 象徵環保前衛 第三 善用地理資源 例如花瓶以油和花野百合作為圖案 從而帶出台灣的海拔高差是有4000公尺 物種資源豐富 第四 創造新的象徵意義 例如一塊普通的台灣造型百結布 你猜一下文案會怎樣介紹它呢? 說明人民內操,肯打拼 反觀香港的政府禮品店 所表露出來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是令人詐欠 首先,看完那二十幾項的商品 你會以為香港是一個新建的城市 毫無歷史的深度 四款的池杯 圖案分別是中環海濱摩天輪 故宮文化博物館、科學園、獅子山 大部分都是新建的建築 獅子山作為一個香港的圖騰 都是七十年代的事 歷史只有五十年 香港尤其是新界曾經擁有過的豐富人民氣息 在產品之中是全數缺席的 其次,高舉紀律部隊 二十五項的商品和紀律部隊 包括警察、警犬、消防有關的 竟然是多達九項 這個很明顯是警權獨大 李家超、鄧炳強集團冒起的忠實反映 再其次,香港人去了哪裡呢? 一個明刀、明槍、拿紀律部隊作為政府禮品設計源頭的政權 香港人在商品之中自然是不見影 商品之中只有軟弱無力的 《開心香港》、《香港》等標示性的文字 能夠凝聚香港人的口號或標語也是完全缺席的 第四,從以上的三點 可以見到禮品店的政治安全係數是相當高 不能夠有明顯的香港元素 也不能夠有什麼令香港人振奮人心的設計 當然也不可能達到GOD、住好些 他們的豐富地道文化元素 所以買得最貴的精品 就只能夠是印著拘廢 好像內部瞬間Letterhead的骨池茶具套裝 成為港幣1688元 多年前,我曾經去過台灣總統府參觀 當中有一部分是介紹台灣的文化藝術品 剪板上有一句說話令我印象深刻 No style means no identity 做不到自己的風格 歸根究底是身份認同出現了問題 報道無罪,知情有價 請支持追新聞 這些制作人 台灣真神參觀 不在於曝光 雖然有樣說 可以真正的 遇到你 說很有此不願意